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可以看到 天哪 这光 妈呀 这水 这美丽的游戏画面 还有这美丽的大手丸 望着如此美丽的游戏画面 我真的不禁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根本看不出来是一款16年的游戏 然后我们点开招募 天哪 这不是大手丸小组织限定版吗 你看他没有选择单出一个皮肤来草草了事 而是选择了重新制作一个新角色 这也是我玩这款游戏的契机 现在小组织角色全体回归 抽卡的话现在有大手丸跟飞断 S级忍者现在是绘图转身的长门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商城 然后切换到忍者商店 来看看现在是谁在回归 可以看到绝和角都的碎片已经回归了 都是可以直接买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剩余三天 说明三天之后这个碎片会替换成其他的小成员 然后官方也是很给面 透露给我了忍者的具体回归时间 7月12号到18号是绝佳角都 就是我目前在录视频的这个阶段 19号到25号是小南和佑和迪达拉和阿飞 最后7月26号到8月1号是飞断和鬼胶和歇 身为一个多年的活影迷 我当场就买下了这个绝的碎片 我这么老实怎么会跟你说是因为他的声优跟比赖板罗二一声是一个声优我才买的呢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重头活动 叫做小情报收集 一进去有三个卷轴 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小情报册 这个就像图鉴一样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小成员的情报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收集情报 把上面这些问号变成文字 可以看到里面的情报都是一些原作的情报 小南真就身高1米7呗 1米7在火影里面是个什么概念呢 疾风钻石器 名人身高1米66 卓柱身高1米68 小南要低着头才能跟他们说话 还有这里又想交手的对手是卓柱 然后往下面翻一翻 还发现他喜欢逛甜品店 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奇的就是如果他在逛甜品店的时候碰到了卓柱会怎么办 好的 那么这些情报应该如何收集呢 这里就需要我们进入第二个卷轴 世界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火之国这里已经收集完毕了 那我们进入冒险之中的地区 然后一进去之后会看到很多个图标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任务点接任务 然后交任务就可以了 好 这里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你看这里他说要提交两个野兔 还需要消灭一个浪人 这里浪人已经被我消灭了 所以我们去捉两个野兔就可以了 那么野兔去哪里捉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小树林 众所周知小树林经常可以捉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 相比之下捉兔子就很简单了 好 这里我们捉到一只 然后再来一只 那浪人我是去哪打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浪人据点 他上面有一个战斗符号 你点进去的话你就会进入战斗 好 这里我们提交任务 然后就成功拿到了小组织情报 看到没有 好 那我们马上拆开 是这个迪达拉 希望交手的对手宇智博佑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一次小情报收集的具体玩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游戏的战斗部分了 可以说是这个游戏的灵魂部分 好 我们这次用的就是这个大蛇丸 他有三种普通攻击方式 这是第一种普通攻击方式 这是第二种普通攻击方式 这个就是最后一种攻击方式 一套连段 最后接一个封盾 那么他切换攻击方式的方法呢 就是在普通连段之后 持续按住攻击键 就像这样进行褪皮 然后褪皮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攻击方式 又变回了原来的攻击方式 话说这个手感是真的很爽 这个打击感在手游里面 我觉得进一线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他的一技能 放出蛇 然后跟蛇一起冲出去 这个一技能还有第二种玩法 就是可以你放出蛇 把对面捉过来 然后再连一套 天哪 这打击感 这爽快感 然后就是他的二技能 他的二技能会蛇的形态而改变 这是他的第一个二技能 叫做白灵大蛇 这个作为一个在位移的技能 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然后他第二个二技能 可以把自己变成一条蛇 非常的猥琐 其他人做得到吗 你看你变成一条蛇之后 你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然后他这个蛇型 还可以当攻击技能使用 就像这样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突击型技能来使用 第三个二技能是通灵之术 你可以召唤出蛇来进行攻击 又或者你可以通灵出来当地雷 利用了大蛇玩你甚至可以把火影完成扫雷游戏 最后呢就是他的罗生门 他的罗生门带着一个攻击效果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盾牌来使用 这里我们让右进行攻击 然后我们放出罗生门 可以看到他在帮我们挡伤害 那么他的连段以及大招 我们具体在实战之中演示一下 好的我们进入第三回 对面已经把他的替身交完了 只要我们连中他他就跑不掉了 所以我们首先把他捉过来 然后放出罗生门 挡住他的银色战车震魂曲 然后这个罗生门正好帮我把他打到了角落 那接下来就是大蛇玩的时间 这个游戏我发现他并没有伤害保护这个东西 就是只要对面不掉到地雷 你可以无限连 所以这里我们技能和普攻换着放 始终保持对手在空中 只要他在空中我就可以连下去 哎呦替身还是躲得掉 但他已经交完了 那我们放一个白银大蛇再接八旗之处 来了 好那么这些就是大蛇玩的格斗体验 有没有觉得特别爽快呢 加入火影忍者 我们一起体验吧 我们一起体验吧